妈 我每次看到她那种 怜惜然后又无奈 就会觉得这个孩子 就是真的会让 真实的我去心疼 在试戏的时候 我就已经忍不住了 我是真的还没有 这么近距离地看过一个棺材 里面是空的 但是我发现 我只要一靠近那边 我全身就起鸡皮疙瘩 我真的觉得他们的故事 很值得被讲出来 我希望可以带给观众的 是真的有疗愈的效果 我演出这个角色 其实我也想了很多 希望大家可以正面地 比较正面地去看每一件事情 人生心理语言 他在讲述一个 很特殊又神秘的职业 也借由这个职业的视角 让我们看到社会许多的角落 希望这个故事呢 可以持续被更多人看见 经过清理别人的人生 然后你回头看 最终都是回到自己身上的 我们要去清理我们自己的人生 很谢谢 就是还有这个机会 可以回来演出 如果说呢 有第二季第三季的时候 搞不好 我们以前的角色 跟现在的角色 又在不同的多重宇宙里面 可以相会也不一定 制作人交给你了 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我们的人生心理员 谢谢 谢谢 导演把这个角色塑造得 非常的内敛 很多东西都是在心里面 然后他也不希望 万兔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非常挑战 而且跟以前的角色真的差蛮大的 这些角色彼此互相之间的互动 也是非常微妙 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故事 这一次能够成为金老师的女儿 我觉得是非常荣幸跟幸福的 我知道制作单位制作人跟导演 都花了非常大的时间 来尽量把这个故事 可以丰富 可以有趣 可以让演员很轻松地 顺着他的剧情 讲到他的台词 去把我们的故事给呈现出来 感谢 谢谢导演等我 整个过程我们在剧本上 打磨了非常久的时间 孤独死电的事情 其实它是不分年龄 它也不分阶层 它也不分社经地位的 我们也很希望是说 可以让大家开始有一点点 对于死亡这件事情改观 不要让它变成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OK 完畅 差一点我的小拇指就不见了 真的 你这变成这样子 啥 啥 拜拜 好 好 卡 好 辛苦大家 辛苦 谢谢 辛苦 辛苦 谢谢大家 来 收工 谢谢导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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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